國外有很多國家就是贊同台灣的防疫措施做得蠻好的 但現在就是有大陸說 其實台灣只是因為地理位置好 就不認同台灣做得好 然後另外再加上說 他們覺得我們的措施都是炒作 這兩個問題請教 謝謝 口罩這個事情的話 我們大概都是最累講過說 一再我們就第一波這樣整個登記下來 從這各方面的數據來做一點分析 那做下一波的時候的一個參考 那我是覺得就是說能夠有一個適當的方式 家庭內的這樣的一個合購 然後可以減少大家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工作變比較少 不過這都第二波 那我們就隨時會精進 根據我們的供需的量 然後做一個比較好的安排 那第二個 台灣的表現 當然台灣的表現 那我怎麼說呢 台灣的地理位置好 我們運氣也好 我們人也好 我們有很多種好 那因為也是因為有這麼多種好 所以我們就會變得比較好 那當然是很多的 那至於說是不是炒作 那就太離題了 每個國家為了國民的健康 大家都努力在做一件事情 用炒作這樣的形容太沉重了